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學獎方面就是和這個蛋白質有關 David Becker 你簡單講講是哪方面的貢獻 創建就很簡單 可以真的一句就說了 用電腦手段來去了解蛋白質的特性 以往我們研究蛋白質的特性 你會覺得是好像一個穿白袍戴著眼罩的一個研究人員 在這裏把那些事館倒來倒去的過程 OK 但是可以說 自從又是有賴於這個人工智能 就令到我們這些事情 可以不需要在實驗室裏面那裏做 你不再需要拿著一個真正的蛋白質在這裏倒來倒去 然後再把它放進那個分子分析兒來看它的結構 你可以寫一個電腦程式在電腦層面裏做實驗 去預知這個蛋白質 這個序列的蛋白質最後是會形成一個什麼的形狀 而這個形狀可以導致這個蛋白質有什麼的功能 這件事是非常偉大的工作來的 其實我們先前都有提過 在科學生資其他技術有提過的 又是人工智能深度學習系統 那叫做Alpha Flow 就是這個機器 Alpha Flow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機器 來去機器捉圍棋捉贏人 OK 但是現在這個我覺得真真正正能夠 造福人類的這個機器 就叫Alpha Flow Alpha Flow其中主理的就是Google的這個機構 今次Google有兩位人員拿這個諾貝爾化學獎 這個諾貝爾化學獎由三位人士去瓜分 一位就是剛才說的David Becker 他本身就是一個computational biologist 就是能夠有能力 他學了很多的分子生物學的知識 化學和生物學的知識 但是他也是寫程式很厲害的人 他懂得去運用這個電腦程式來做電腦的實驗 就是很有趣的 以前如果說物理學家 就理論物理學家 實驗物理學家 接著後來多了一個叫做計算機物理學家 因為他有能力把一些實驗放在電腦那裡做模擬 現在同樣的故事原本重複在生物學和化學那裡 你有沒有想過做化學反應 你不再需要去 真的去將那兩樣物質混合來看化學反應呢? 譬如你去燒一件事或者譬如說 你弄一個炸彈你去爆一下它 你有沒有想過可以完完全全在電腦那裡做呢? 甚至乎我會說美國現在不讓人做核事 但是因為他有能力在電腦那裡做核事 是不是? 就是這些物理化學生物的實驗 生物學其實是最難的 因為牽涉到分子複雜和運算量是最大的 生物學你要把它完全電腦化變成可以放在電腦那裡做 不需要走進實驗室 你變成你可以一個 只是懂理論不喜歡去實驗室的人 不喜歡觸碰一些噁心的東西湯白老鼠那些人 你就可以其中一個途徑就是 你坐在電腦前面寫程式去做實驗 我究竟研究這個新的化學物 它可不可以能夠完完全全取代到 葉綠素來做光合作用呢? 其中一個就是computational biology 其中一類的問題就是這些東西 而這個蛋白質的問題是很偉大的 因為首先你要知道 你蛋白質其實牽涉到很多 不只是營養那麼簡單 牽涉到很多的生化過程 大家不知記不記得在第一節我們講的什麼 mRNA那些東西的時候呢? 你有沒有一個mRNA 產生到那個病毒的外殼 來去刺激你身體的免疫力呢? 那你哪一個mRNA選誰對誰不對呢? 其實現在你就是有這樣的電腦運算 你在還沒做實驗 還沒拿真人去試的時候呢? 你已經在電腦上知道這個mRNA 能夠產生到一隻什麼的蛋白質出來 而這個蛋白質會是什麼形狀? 它扮演到什麼功能? 它已經是預知了在這裡 你做少了很多實驗 用少了很多人 用少了很多白老鼠 所以是很厲害的 而且就是以往我們很多的臨床測試 你要找尤其是人去試抗癌藥那些東西 你要找一個人去試有沒有效果 或者拿他的組織出來去試呢? 很多時候牽涉到成本、痛苦 以及時間要很長 但是你發覺在電腦那裡 可以是很快做了 你是可以將一些 或它暫時未必做到很準 但是起碼將一些沒有效的東西 已經可以很快幫你篩走了 令到你真的很快便認到 哪一些是有重要的東西 值得你去臨床才去試 這個是直接加速到整個生物學 尤其是牽涉到那些 基因遺傳、免疫學 甚至乎癌病研究、傳染病、疫苗研究 是大大加速了這件事 所以這裏反而這一節 雖然都是跟人工智能深度學習有關 但是你發覺的貢獻就很直觀了 你就會知道這種叫做computational biology 就是怎樣可以直接去造福人類 而David Becker他本身就是 有份去研究這些protein folding的這位人士 我記得我當初去聽這個protein folding的問題 由物理學的角度去聽 就是小弟自己還在中文大學 二十多年前讀學士課程的時候 就是由一位去教我 流體力學和統計力學的教授 告訴我其實物理學家可以貢獻生物學 一些是貢獻生物物理學 其中一個貢獻就是 拿你的統計力學的知識 去研究一下那些這樣的蛋白質 如何去摺疊 因為一個蛋白質如何去摺疊呢 它最後摺疊到的形狀 一定是處於一個最能量穩定的狀態的 它會自動跌到一個能量最低的狀態 所以你會牽涉到剛才有些可能第二節提過的東西來的 你怎樣去寫下那個能量含數 來去預知這個這樣的蛋白質分子 它最後摺疊成什麼形狀呢 而它最後那個形狀最後是怎樣去咬到其他的酵素 去產生那個生化作用呢 其實就是剩下的東西就是生物學家或者醫生 他關心的問題了 所以如果你看回除了David Becker 另外兩位一起去分享這個 諾貝爾化學獎的得獎者 兩位都是Google的 Google DeepMind的那裡做的 一位就是Google DeepMind的CEO 他自己本身就是在英國那裡讀計算機科學畢業 然後另一位叫John Turner John Jumper 他是物理學家來的 他本身就是在芝加哥大學讀完物理學 然後就是專攻這些叫做Biophysics的問題 不是Biophysics的問題 是專攻這個人工智能深度學習的問題 然後他就把這個人工智能深度學習的東西 就用在學習蛋白質截疊的問題那裡 就是基本上就是你蛋白質截疊 很多不同千奇百怪的形狀 最後哪些形狀它有什麼功能呢 你一開始就把這個資訊放進那個Alpha 4 這個程式去訓練 是不是 或者就是你有這樣的化學結構 它就會出這樣的形狀 你放很多例證來訓練它 最後看它預測能否預測到什麼 我很記得 瘟疫的時候 我們介紹過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怎樣去找一個對的疫苗 因為一個對的疫苗 它就能夠產生一些東西 而那些東西最後是可以和那個COVID 那個病毒是吸住了 令到它發揮不了作用 將它那把劍封了 那怎樣封了呢 就是你化學上面完全結合了它 就是令它蓋住了它那部分 不甩出來 OK? 就令它把刀的武器封住了 這個病毒發揮不了作用 然後它給了很多的資訊出來 有很多種蛋白質 哪一種能夠砌下去 哪一種能夠吸不下去呢? 那現在就邀請大家大眾一起去試 我們弄一個遊戲出來 試到就有機會我們就拿一件事變成疫苗去做 最後發覺你都不需要用人去做這件事 只是弄一個遊戲出來大家玩而已 真真正正幫到我們去找哪一種疫苗 用得不用得呢? 其實都是發覺 由這個Alpha 4的程式 幫我們去找一個對的蛋白質結構出來 不過如果你看它的背景 它拿那個博士學位很近期 不夠十年 幾年前而已 Trumpa現在39歲 你會發覺 我們很久沒見過這麼年輕 已經是三字頭就拿諾貝爾獎的人很少很少 但是你會發覺正正就是 我不可以說它叫食證那個浪潮 其實就是人工智能這個深度學習的這個範疇 在近十幾年是很容易去聽到很多人已經下去了 但是的確你願意去做一個大的問題 給一個大的貢獻 就直接令它很容易拿到這個獎 但是我想他當初也沒有想過是頒給他了 因為說真的如果告訴你 那麗諾貝爾獎頒給人工智能 你好像覺得關什麼事 人工智能不是數學 是計算機科學的東西嗎 但是現在你會發覺 由創建 發展 應用 你會發覺完完全全就是你物不可分 就是人工智能你可以說變成一種工具 OK 有人發明的這個工具值得獲獎 而且你會發覺那個發明的原理裡面 你離不開那個物理學和數學的創建在那裡 然後這個東西最後能夠給回 可以幫我們去解決一些人類裡面很重要的問題呢 那麽其實一向你說諾貝爾獎是頒很多給一些能夠建立很有用的工具來促使其他一些造福人群的研究 是有很多這些例子的 例如X-ray diffraction 專門是看分子結構的一個工具 是頒很容易是拿 在1960年代是很容易拿諾貝爾獎 就算早幾年一個叫cryo 一些叫冷凍了的 專門是看冷凍分子結構的那個技術 令到我們看一些很脆弱的分子 都能夠看到它的分子結構 早幾年都照得諾貝爾獎 那現在只不過人工智能在另一方面 去變成一個很有用的工具 去幫我認這些這樣的蛋白質結構 那所以又拿獎了 那有一個題外話就是 譬如說今次這個Google的DeepMiner 這個在倫敦的這個機構 他是不是在後面都體現到很有財力的機構 才可以推動到這些這麼厲害的研究呢 我不會說一定是 因為如果你說去買那堆東西 來去做大的研究呢 又不是貴得這麼厲害的東西 現在其實當下這一刻 為什麼我會說呢 人工智能的東西大家躺在身上去 我講投資的 你想一下現在 哪個機構最起勢買 那個NVIDIA那些這樣的晶片 不是某某國家 是說Microsoft啊 Google啊這些這樣的公司 他們全部想訓練 你想到有什麼問題可以人工智能的解決 全部去建一台這樣的超級電腦出來 而那個超級電腦專門幫你做平衡運算 甚至乎你看一下我們之前說 我們真的這幾個星期突然之間 發覺自己活在一個大時代 Microsoft說的是 躺身去買三里倒核電廠 來準備去做下一代的人工智能研究的那些東西 不只是做那些這樣的data center 肯定也是跟人工智能的東西有關的 它不會限死自己的用途 就是無論Microsoft Google NVIDIA自己 NVIDIA自己可能還未是很好 或者你在說那個SpaceX那些東西 你會發覺整個人工智能 那個人工智能革命在今時今刻 我會覺得有一點像是 當年工業革命 有人弄到一部終於有意義的蒸汽機 可以取代蓄生的力量 其實雅特不是第一個在做蒸汽機的 不過他將蒸汽機提升到一個階段 就是已經連蓄生都給不上這個效能了 所以你之後就只能去 有一些更加厲害的東西 只能倚靠蒸汽機 不可以再倚靠那隻馬去拉 現在我都會覺得我們見證這個 就是為什麼說叫做另一次的工業革命呢? 我想我們現在真的見證到了 我們看到人工智能的用途不是足為奇 不是只是拿來去幫你去做寫文 而是發覺突然間的應用是幫你去做研究 解決很多偉大的問題 然後突然間是可以進佔你的全部 就好像蒸汽機一樣 現在我會說 你說會不會再有些因應用到人工智能深度學習 而拿到諾貝爾獎 甚至乎接下來有一個諾貝爾的物理學獎 是關於粒子研究 去看看粒子加速器裡面很多不同的粒子過程裡面 就是由深度學習來幫你選擇 發現到一些新的東西 或者在宇宙裡面這麼多的宇宙射線 這麼多的立立雜雜的天文信號 會不會找到一些原來是由外星生命給出來的信號? 其實我覺得最後你說是由人工智能去找出來呢? 我覺得幾可能是由人工智能去幫我們找到這個發現呢? 另外一個適合神秘之夜的題目 就是最近日本應該是山營大學和IBM在秘魯找到那個納斯卡線 更加多的圖案就是用人工智能去做 是的 所以我覺得很鼓勵大家做一個 就是大家這次這四節是很接近的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為了自己的幸福著想 你很留意一下 大家不妨多想一個問題就是 人工智能未來還會進佔我們生活哪個層面呢? 如果你想到一些想法的話 你立刻留意一下有沒有公司在搞這件事呢? 就記住 我有一個很切身的建議 不要投資在華人的公司 不要投資在亞洲地區的公司 真真正正和你做實事的 回到歐美的那些這樣的公司 就算是初創也好 你真是看看他們背後班人的背景 是不是真的一個很壞啊? 名牌效應是不是跟這些加州理工華省理工普林斯頓 以及這些甚至紐約大學都計算了 然後就是跟那些卡內基梅隆大學那些畢業的人有關 是一堆這樣的大師 然後跟他們那些人在學術界去請了很多這些人去搞那樣新的東西呢? 那些就很可能就是一些成功的爆發點 這件事就算你不做我都不做 美國那班McKinsey那班人會做 那些投資銀行請了很多這些人去找哪些的機會 甚至乎我們一直都說的了 誰能夠首先做到一個微型的核子反應爐 跟著怎樣將那些人工智能的東西 或者量子電腦去發明了出來 你會發覺那裡就是滾一聲 就是神仙古的機會就在那裡找出來的了 所以我經常說的 聽科學新知沒有窮人的 但是我們還是窮人 再一次強調 我們第四節我們下次再回來 就是這個科學回路 OK